大家好 我是全台灣最重視機本面的老師何吉鼎 GD老師 今天大型全子股都出現跌升反彈的跡象 帶動大盤是反彈了94點 但是整體盤勢還是在17000點上下震盪 可是你會發現盤面上還是強者橫強 不管大盤漲還是跌 我們的東檢跟匯光都是穩定在創新高 所以大盤的重要性是越來越低的 選對股票根本就不用管大盤 現在盤面上有哪些股票比較值得大家注意呢 還是在兩個字什麼字 漲價題材 盤面上有哪一些漲價題材的股票 比較值得大家留意呢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一樣按照慣例在開始之前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給大家盤錢資訊好了 盤錢資訊的部分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前面這些字 如果大家覺得字太多 因為我這人就習慣 就是分析一定要把整個順暢的全部寫完了 所以我的寫字都可能比很多人多 那沒關係 如果說你覺得字太多沒關係 看最下面 你可以看最下面一點沒有關係 所以你看一下最下面 最下面的部分我說大盤將持續在17000點附近震盪 今天是完全命中了 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大盤的部分 收盤收多少 16993點 差7點 你會發現我們最近一直都跟他講 大盤真的沒什麼好解了 大盤解來解去都是在17000點附近震盪 老師你有沒有在解盤啊 對沒錯解來解去是不是都是在17000點附近震盪 對不對 昨天跌破16900點 我也不會跟你講今天是什麼 在16900點附近震盪 每天變來變去我們不做這種事的 我們是真的看著技術分析看著大盤大 看著總金 看著整個國際的事件來判斷現在 指數應該會在哪一個位置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也給大家一個很大重點 就是兩點哪兩點我說 第一個 你要看一下啊 大型電子 大型電子股大型電子全子股都很難上漲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所以啊 所以大型股會有賣壓 所以大盤會持續的 霞幅的區間震盪 那中小型類股短線上是比較有所表現 所以你發現 現在盤面還是中小型類股的天下 中小型類股漲勢還是漲的比較強 但是你選錯股票 坦白說啊 還是都不會漲的啊 好再來呢 早上我們也幫大家畫一下就是美股的圖 你看一下美股也是霞幅區間震盪 既然美股都霞幅區間震盪了 台股 你覺得有機會 一支獨秀 一直向上 不斷的漲不停突破一萬八千點一萬九千點到兩萬點嗎 不會啊 所以我們才一直跟大家講說台股就是在一萬七千點附近震盪 但是我們也不是太悲觀 你其實你只要選對股票你會發現 很多股票都在漲啊 對不對 好所以呢你看一下我們給大家 的盤錢的部分呢 除了美股之外 還有很多我們今天的盤視的重點 所以還沒有加入我們相關媒體頻道的朋友們 你可以現在就加入吧 趕快獲得我們免費的盤錢資訊來 我們盤錢資訊的部分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直接打開手機相機掃瞄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的LINE跟TAGUE的部分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請打 小鼠GD1788直接加入我的LINE 我的LINE呢會有獨家的一個盤後的部分 另外呢我們的YouTube頻道還有臉書的頻道也千萬不要忘記做訂閱喔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掃瞄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加入我的YouTube還有臉書的頻道 來大盤的部分 真的沒什麼好講的好啦 我們就快速的再講一次喔 大家想想看啊最近就物價持續向上漲 物價持續向上漲的話那 美國或各國央行啊都開始要升息 所以開始升息的情況之下呢 資金就開始 流到哪裡去了 流到美國去了 因為其實啊你 流到美國去假設你現在在換匯 你會發現啊 新台幣啊 對換美元應該說美元對換新台幣的部分啊 新台幣是 開始走弱了 那你就說你換美元基本上就已經賺錢了你還不用投資股票 所以外資在這個時候當然就是拚命賣啊 那再加上什麼原因 再加上美國10年期公債是大幅度的提升 現在已經到2.88左右了 2.88%來 之前也跟大家講過了台積電殖利率只有多少 1.9 所以台積電殖利率1.9你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就直接2.8了 那我還做什麼股票很多外資就這樣覺得 我還做什麼股票我直接換美元美元會升值 那我買了美元之後我再去買 美國10年期公債美國10年期公債會不會違約 不會嘛只要美國政府倒 只要美國政府不會倒 基本上他是不會違約的為什麼 因為美元是他們家印的 對不對他要給你多少他印出來給你就好了啊 對不對 好所以呢美國10年期公債向上的話美債又不會違約 直接換美元買美債 他就賺錢了所以現在大型全職股啊很多大型的全職股啊 殖利率都偏低 所以外資就一直撤撤撤 撤到今天如果你有早上你有看到今天的 美元兌換新台幣的話 你大概就知道了 今天 其實啊 台股啊 不太會跌了為什麼 應該是外資有買回來一些 但是你看到新台幣兌換美元應該說美元兌換新台幣啊 美元兌換新台幣的部分新台幣沒有走強 那代表說外資沒有急速的匯回來 外資沒有急速的匯回來的情況之下 你在早上你就可以推論出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 外資今天買超的幅度不會太大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的外資買超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外資只能買多少 21億啊 他一賣就是100 200 100 340 115 447億 對不對 那買 就21億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整個盤市都是投信在互盤 那投信有辦法把那個大型股 買起來嗎 比較難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給大家結論 這張字卡每天都在用每天都在用 這就是代表我們 對於趨勢 掌握的 精確度 不會每天換字 換字換字 今天不對了再換 今天又不對了再換 換到對了才跟你在那邊講講講講講 對我們已經好久沒變了這張圖不是我懶了 是我們對於趨勢 把握的太精準了 好不好 外資大逃殺大型股是跌不停了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很多人很多人很喜歡看什麼台積電嘛 台積電的話其實說真的漲0.7%算漲嗎 這看起來還是一個弱勢反彈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嘛 你看一下 如果你要用黃金比例切割法的話 大跌之後反彈只有0.382 剛好0.382又是年限 然後呢 彈到了年限附近又往下再探底又破底 破底以後又再一次反彈反彈連月線都碰不太到 月線都碰不太到又回來又要往下跌你說 這是多頭嗎 這比較難多啦 坦白說我不是要一直虧台積電 也不是要一直虧聯電 他們基本面其實說真的都不錯啊 那只是我要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件事情 怎麼講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跌下來買 在短線上呢 你要有所獲利 那你賭的是什麼 不要說賭 對不起我講錯了 是你投資的是什麼 我們不要講賭嘛 賭這個字很難聽 對不對 好 你投資的是什麼 投資你覺得聯電 或者是台積電 或者是乃至於聯發科 他會出現什麼 V型反轉 坦白說底部的形態有那麼多 有W底三重底頭肩底 你就覺得他一定會出現其中的一個 V型反轉嗎 坦白說不一定嘛 我們光是這 五種就好就五分之一了 對不對 所以坦白說是 不容易啊 所以你現在投資後 我不是說不對 我只是會覺得 你會等比較久的時間 我們就拿台積電來看一下 2330的台積電啊 你會發現如果你從長遠的來看一下 你如果說你看這附近買的 他已經盤整多久了 盤整了一年多 他還是在600塊 上下大概30塊附近為主啦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V型反轉 坦白說實屬是不易啊 所以我認為大家不要太去期待說 你大型全資庫買進之後就會 V轉轉轉 難度高 所以你現在如果你資金要有效益 你現在300萬資金你想要變成 400萬你想 你想變成350萬啊 我認為你投資台積電 聯電聯發科 或者很多大型的 電子全資股啊 坦白說啊你要從300萬賺到350萬 我覺得難度都高 那我不是說做不到 需要時間 但是有些時候 Time is money 你知道嗎 Time is money 英文發音有沒有不好 應該還好 好 所以呢 我跟大家講 你現在要操作的話 你要馬上想辦法把你的300萬 變成 350萬甚至400萬 甚至450萬 我認為我投資大型股是比較沒有效益的 你要投資什麼 中小型類股 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好至於呢 投資的部分呢 我還是要給大家一個 觀念 什麼觀念 類股族群的觀念 你會發現我在節目啊 都一直跟大家講 族群性 族群性很重要 因為呢 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整個類股族群一起在發動的時候 他的趨勢會比較明確 比起單兵作戰 來講 但偶爾啊 難免你也必須要面臨到 如果沒有族群性的時候 也是需要單兵作戰 那其實我覺得最近的盤面操作啊 是蠻容易的 因為族群性是非常的明確 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講的漲價題材 那族群性有多重要 我來跟大家舉個例子 其實我前一陣子有跟大家 分享過一個族群 他叫做特用化學 特用化學族群呢其實 前一陣子是蠻夯的 他包含了 三幅化 中華化跟三晃 那其實我也一直在觀察 我在節目上講完之後 我其實我跟大家講完的類股族群之後 隔天其實如果真的能進場 我是真的會進場 只是隔天如果說 我今天跟你講就隔天狀況有改變 我還硬要為了我今天的節目 進場而進場 那不就很怪嗎 所以我們講完之後我們隔天還是會看狀況 如果真的可以進場 我們就真的會進場來 舉個例子 以三幅化 中華化跟三晃這個特用化學來講呢 我之前一直在觀察中華化 我一直很想進場 但是他們一直沒有辦法收過 50塊的一個整數關卡 對我來講 50塊的整數關卡是他 有沒有辦法轉強的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50塊的整數關卡的部分在這一天 這一天的部分是不是 感覺有過了 50塊在這 50塊在這 過了對不對 但當下我為什麼沒有進場 當下我的判斷是 我們看一下同一個類股族群 而且呢 基本面表現很好的 他叫什麼 三幅化 中華化跟三幅化 你看一下 如果同一個類股族群的話 你看是不是幾乎都同漲同跌 漲起來的時候一起漲 一起漲 跌下去就一起跌下去 對不對 所以當天的中華化呢 收在50塊之上 但是呢三幅化卻 在跌啊 所以我就擔心這個趨勢可能不是來真的 他可能還要修正 所以在當天的當下 我當天本來想買中華化的 對不對 當天這邊我本來想買的 結果呢沒有買 就是因為三幅化 沒有漲 沒有一個類股族群同漲同跌 所以我放棄他 所以我沒有買你看一下也剛好幫我避了這一段 那你看一下今天呢 那我又在觀察一下今天本來我又想買 但是呢三幅化也沒有漲上去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趨勢已經不太對了 你看一下 中華化的部分呢 怎麼樣都收不過50塊這個整肅關卡 所以50塊這個整肅關卡看起來就有壓力了 而三幅化呢就是在哪裡 200塊的整肅關卡 200塊整肅關卡怎麼樣都上不去 那這個地方就是有壓力 所以如果你在操作這個類股族群的投資朋友 建議你啊中華化如果沒有收過50塊 三幅化沒有收過200塊其實趨勢都沒有轉強 後續是持續震盪甚至有點盤跌的機率 就是修正啊 機率是比較高的如果你追在相對高點的話 我認為啊 因為我知道很多老師在帶三幅化跟中華化 我認為反彈無力啊建議你還是出一出吧 好另外還有一個股票 也是我之前 有想買的 他叫做車用車用的一粒電 我們來看一下一粒電的部分 一粒電的部分呢來我一粒電當初我是觀察 110塊 因為你看一下他這一根的是有蠻明顯的壓力 我們之前有教過大家紅吃黑 吃越多量越大越有效就是轉強 那 反過來呢 黑吃紅 吃越多量越大是不是越有效 所以你看這一根是不是整個黑棒吃掉 之前所有的紅棒轉弱的跡象就這裡 那轉弱的最高點是不是大概就在對過來這邊整數關卡是不是110塊 所以在110塊如果能越過的話這個 轉弱的訊號是失敗轉弱失敗他就是會 繼續的走高的意思 好所以呢這邊他 一度是要收過了110塊 我也想說在這個點位我是不是應該要買進 所以呢當下呢我們可以看到當天呢是4月6號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楚 4月6號 4月6號 4月6號準備要突破110 這一天我應該要買進了但是我為什麼沒買進 因為呢同一個類股族群英記4月6號我們指一下4月6號 4月6號在哪裡 這裡有沒有漲 4月6號沒有漲啊他還是收低的 所以這一天我們就沒有買進 那個一粒店的部分你看一下4月6號這一根我們沒有買進 沒有買進之後你看一下我們也避了這一大段所以他真的沒有漲上去對不對 通常來講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對的趨勢就是要怎樣 進場之後馬上賺錢是最對的要不然就是隔3天之內 就要賺錢其實是最對的 所以呢我昨天最後跟大家講了就是 檢測類股呢 資金有一些轉移到了 血氧基 血氧基呢現在最近檢測類股呢又有到 一些 學民藥 對不對學民藥或者一些藥物的身上或者還有什麼 藥物的通路比如說大樹啊信醫這一種的為什麼 因為現在輕症在家以後輕症會越來越 多嘛 越來越多的話大家一定會去搶一些 家庭常備用藥比如說普拿藤 對不對 大家就是在家發燒 吃一顆啊 就休息一下啊如果說有轉 轉成比較嚴重一點點就要趕快就醫 那就醫的狀況是要怎樣那可能要再看政府的規範 那大致上現在台灣的方向就是這樣因為為了要避免什麼 醫療能源 對不對被全部都佔用掉被輕症佔用掉給到 要給真正有需求的人用 所以呢 你會發現這個類股族群呢我昨天在講完之後今天 好像不太強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呢 學民藥的族群呢比如說1720 昨天很強今天是不是轉弱你說我這怎麼買 1701的部分 1701中化 對不對是稍微有 強一點點 但是呢還是不夠強所以呢我覺得 還是觀察一下 另外呢1734的信輝的部分也是一樣 開下來就走低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今天呢我也是覺得要再觀望一下會比較好 乃至於1795的美食 1795的美食 今天呢雖然說他是表現最好的但是他也還沒有收高 所以這個類股族群呢我們今天沒有進場 最主要原因 就是這樣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今天盤面上表現最好的一個族群是什麼 航運 航運類股為什麼今天表現很好我們可以看到 BPI指數的部分 BPI指數是散裝航運的指數 散裝航運指數坦白說你看一下 去年的最高點在這邊 去年最高點 對不對那現在呢他落底之後已經反彈了半山腰了 後續呢因為 BPI指數主要就是民生物資啊大宗原物料 所以呢大宗原物料現在原物料持續 向上漲 大家都看到黃豆玉米小麥原油什麼都在漲 所以這一塊的族群呢 BPI指數就有機會被帶動到持續的向上 所以今天散裝航運的表現是比較強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散裝航運的比較強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惠陽 惠陽 惠陽 惠陽的部分你看一下今天走勢是蠻強的但是呢100塊的整數關卡 漲上去本來要過的但是過不去 再來呢我們可以看到還有什麼 比如說 5608的四維行的部分 四維行也是一樣收長一線 所以這種股票你看到 很多老師可能看到要突破了趕快帶你去 進場去追 為什麼我們沒追 大家還有除了類股族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念什麼重要的觀念 很多股票啊 過去漲過的現在就比較難漲 也就是說股票是新的比較好新的 新的最好 聽到嗎 比較新的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籌碼比較乾淨 比如說呢去年大漲過的 航運 長榮陽明萬海 乃至於現在大家看到剛剛起漲的比如說惠陽 一行跟四維行 為什麼我認為他們沒有辦法大漲大漲狂漲 大漲狂漲就像去年一樣 每天不斷的創新高創新高創新高 三根漲停板之後 來關一下緊閉 關一下緊閉之後又繼續八維 比較難 為什麼我們可以看一下來 我們以四維行來看一下 5608的四維行來我們可以看到 之前這一波大漲到76塊 最高到76塊之後又漲一波到70塊 這一波跌下來後大家想看這上方有多少的人 被套在這上方 所以這上方有很多的賣壓 所以他漲上去呢隨時都有可能 會碰到一些賣壓 當然呢 惠陽也是一樣 2637的惠陽 所以呢你看一下惠陽的部分呢 上方也是最高之前是在121塊 所以呢他要突破100塊坦白說之前有很多人會 想要把他賣掉 所以現在呢我認為啊 其實不管你是貨櫃 還是閃樁 坦白說呢我認為啊他們基本面都非常好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大漲狂漲 像去年一樣飆漲 為什麼 因為 其實籌碼是有點凌亂的 因為你看看長榮長榮要回到230坦白說實屬 困難 所以呢我認為啊以這航運類股不管是閃樁 還是 貨櫃三雄來講 我認為區間震盪的機率會比較高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操作這個類股族群的話 我建議區間操作比如說 超榮哎你就抓個130到160 130附近呢如果不跌你就進場買進 160上去上不去你就趕快賣掉那 乃至於剛才跟大家講的2637的惠陽 也一樣 大概85塊到100塊你就可以抓這個區間接近85塊 KD指標到 接近20 3天不跌進場買進 接近100塊 KD指標到80 KD指標現在是多少 KD指標那麼低這有沒有錯 我們看一下 這可能會有點 錯誤2637的惠陽哎對啊你看一下錯誤嘛對不對 因為太太即時我們太快太即時轉換了比電腦還快 所以你看一下他KD指標是不是已經蠻高了對不對已經接近80甚至是快80嘛對不對 所以80的話三天都沒有辦法再創新高就是把它賣掉就這麼簡單操作 那航運類股來講呢 我們 不離不棄一直有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 218 為什麼我認為長榮航 跟華航 空運會比起海運更有機會 大家想想看我們把時間拉的那麼長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的股價是35.35 上方也沒有任何任何被到勞的賣壓 幾乎沒有嘛 買長榮航的幾乎都賺錢 幾乎都沒有賠錢 你說哪里會有賣壓啊 對不對 好所以呢長榮航雖然說今天沒有大漲狂漲飆漲但是今天的華航 是有落後補漲大漲的跡象 今天漲了超過半根漲停板 6.45% 所以今天呢一根紅棒吃掉一根黑棒 兩個黑棒吃掉兩個黑棒 一紅吃二黑是有轉強的跡象 那我剛剛又跟大家強調同個類股族群 同漲同跌 所以既然華航會漲長長榮航就不會太孤單 對不對 好所以華航跟長榮航 有機會出現一個比價效應就是 輪流向上漲 那昨天也跟大家提醒過了我說 那個阿中部長有跟我們講啊說其實 最近的疫情的關係啊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暑假啊開放旅遊是 很難的 但是呢我們昨天看到阿中部長講的喔 昨天他說 7月人有機會邊境解封 所以乃至於今天看到 旅行類股 三富 其實還是表現相對強是維持在高檔 對不對所以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國際旅遊 還是值得大家持續的注意的 我認為 航運類股裡頭空運是比較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包含長榮航 華航乃至於旅行社的 鳳凰 三富五福 都蠻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的投資是怎樣投資 你這樣就了解我們的投資為什麼那麼精準 因為我們沒有偏廢任何一面 很多老師只會跟你談技術面 我跟你談的是什麼 美國 美元 戰爭 通膨升息是不是總金 剛又跟你談到基本面技術面消息面 我們全部都幫你包含在其中 沒有一個電腦系統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啊我們融合了總金面基本面 技術面消息面 所以才可以幫大家大幅的提升勝率 而且可以規避風險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一粒店為什麼沒有買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我們就是這樣子去看的 我們的中華華為什麼沒買 我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一步的像 這樣子看下來 所以才能規避風險 大幅的提升勝率 所以怎麼做我也跟大家講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一定要基本面技術面樣樣都通啊 這才是你投資支付唯一不變的出入 所以你看一下我剛跟大家講 類股族群之後你就知道 你就清楚 為什麼我會看到了東檢 為什麼我會看到慧光 為什麼你看一下 我們都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在3月24號 我們每次都在講 先快速講過去好不好 3月24號跟大家講過東檢跟慧光嗎 那一天大家節目可以去看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好不好 YouTube頻道很簡單 在我們這邊和積頂分析師的首頁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邊這邊就是這一集 繼續看一下3月24號 3月24號這裡這一集就是最後這一集 沒有其他新的集了 如果想要期待我們在拍新集 你要多按讚啊對不對 好所以呢再來 我們可以看到東檢的部分講完之後他就一路的向上飆升狂飆嘛 對不對這邊呢 我們已經跟大家分享過好多次如果說你想要看我這過程為什麼我能堅持到 現在 對不對 你就去看一下我之前跟大家講的為什麼 其實你看今天還是在創新高雖然說高檔震盪一下但是今天 盤中還是在創新高盤中創新高就是還是維持強勢 那慧光的部分呢今天也是一樣啊雖然說是有點 下跌修正 但是也漲很多了 盤中今天也是在創新高我們看一下 3月24號跟大家講講完之後沒多久就漲停漲停之後他就一路的不斷的向上再創新高來這邊有個關鍵 這什麼關鍵 這個形態 一黑旁邊有一個十字線這個叫做母子形態你可以去Google查一下什麼叫做 母子形態母是媽媽的母親子是小孩的子母子形態來你去查一下 母子形態是繼續形態所以你看一下我們又用一個技術分析的領域了 對不對 你看到你在節目上看到最多用最多技術分析基本面各方面都用到的只有我了吧 你找不到第二個全台灣應該找不到第二個 匯光的部分你看母子形態是繼續形態所以繼續形態本來漲的 他就會繼續漲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過了 所以你看一下他就一路向上飆升 從40塊不到 對不對一路漲漲到今天我們快速看過去對不對你看早上今天已經幾根漲停板了 對不對漲到幾根一根兩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漲停板 從不到40塊對不對 漲到哪裡最高68塊 對不對 從 從黑黑的 從沒有漲停 我們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從沒有漲停 這邊是沒有漲停跟你講 對不對3月24號 帶你一路看看到幾根漲停一根 兩根 再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對不對 七根 從沒有漲停帶你看到七根漲停 現在呢還有八根漲停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台股是漲什麼樣子 台股是漲 17000點持續的震盪我們看一下 17000點持續的震盪 我竟然能找到這樣子的股票 是不是完全符合我們的預期 完全就是我跟大家講 外資大逃殺你要選什麼 中小型的類股來操作 好中小型的類股呢 之前除了農糧概念股之外呢 我也跟大家講檢測嘛 檢測的話我們就不多講了檢測我們 其實 在 4月13號的時候我跟大家討論 我跟大家講說 我認為啊 檢測相關類股啊應該會出現震盪該賣了 對不對你看我寫了那麼大的 S S總不會是Small吧 也不會是Superman吧 對不對 還是什麼Superhero 我也沒穿景深衣啊 對不對 好4月13號跟大家講 S就是Sale 賣出的意思 我認為啊 4月13號那一天啊 我認為是 因為 那天開始 大家在討論到 快篩國家隊 快篩國家隊 我第一個想到是什麼 會降價會便宜 會降價會便宜你說對廠商來講 會好嗎 航運類股的 航運的報價開始下滑的時候 是不是股價就漲不上去了 即使基本面再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到 國家隊國家隊可能會降價 所以現在就是從原本一個300多塊 現在實名字可能變成100塊 對不對 而且未來呢 以一個泰博全台灣最大的生產廠商泰博來講呢 我昨天有跟大家提過 他有新的機台要加入生產 5月有兩個機台加入 4月好像有3個4個機台 那總之呢到6月底呢 他們預估啊一個月可以生產3000萬 3000萬全台灣2300萬個人一天一個 一個月就夠了嘛 對不對 那而且生產的不只是泰博啊 大家總不可能每天在那邊快篩 捅筆筆筆筆筆筆筆嘛 捅會捅到我都流鼻血了 好不好 不是看到美女流鼻血被捅到流鼻血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亞洲法跟泰博的部分 就是因為快篩四季 會降價 會降價之後你看一下 股價就開始震盪 股價開始震盪的話 資金又開始撤出來 資金開始撤出來 其實現在 就是最好最好什麼 投資佈局新的股票的時機 那我那天也跟大家講啊 有什麼 佈局的股票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同一個類股族群是不是同漲同跌 今天的保齡負景還是維持強勢的 瑞基的部分今天也是震盪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 就是在亞諾法 泰博 瑞基 還有保齡的部分 只有一檔股票是維持強勢的 他叫做保齡負景 那其實我跟大家講過了 為什麼 因為保齡負景他不只是快篩檢測體財 他有什麼 聖病新藥 聖病新藥 他跟美國授權的夥伴 營收不斷的踹創新高 今年 權利金已經到齊了 以後不用分給發明人了 不用分給發明人的話呢 他們的什麼 他們的獲利就會不斷的提升 台灣洗腎人是蠻多 你說聖病新藥重重要重要啊 對所以呢 他的股價呢比較有機會持續向上 那其他純快篩比如說 ABC瑞基啊 這些的話就會比較危險一點 泰博的話 他有血氧機還有很多的一些 醫療相關的設備 所以也稍微還好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類股當中 保齡負景是比較有 機會還有續航力的 如果手上還有保齡負景的 還可以稍微再等一下下 再觀察一下狀況 另外我們有跟大家講 你投資一定要有邏輯性 邏輯性 從檢測我們就幫大家帶到 檢測我就想到什麼 血氧機 所以我們那時候跟大家講的血氧機 什麼 雅伯 雅伯 雅伯的部分呢 其實你看我們 那時候還沒漲停 也是從沒有漲停 帶你看到變漲停 漲停還在一根漲停 今天呢 雖然說呢是有點高檔向下修正 但是 還是盤中一度的漲停 今天總共也是漲了快半根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血氧機呢 就是什麼 優勝 優勝的部分也是一樣 沒有漲停 帶你看到兩根漲停 三根漲停 三根漲停之後震盪一下也是合理的 這邊呢 說不定有出現換手波嘛 對不對 好那再來呢 糧食危機 我又幫大家 想到什麼 你從農糧 你從農糧 不有可能會食品相關類股漲嗎 食品相關類股呢 那時候我就幫大家 想到兩檔 看到兩檔比較強勢 一檔叫福茂 一檔叫環泰 福茂的部分這邊有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 講完之後呢 你看今天的福茂還是一根漲停之後 還在25塊附近震盪 看起來還是蠻強勢的對不對 你看一下 國際的農糧的價格 持續的向上 他有機會持續的 就是營收持續的成長 你看三月合併年營收是改寫單月的新高 月增多少 46%剛開始而已 這還有機會可以買進 那環泰的部分 雖然說現在高漲震盪 他是國內的一個 唐漿的一個龍頭的部分 國內的唐漿就只有 三家 最主要的一個是環泰 另外一個就是台榮 另外一個就是沒有上市大家有最知名的那一家叫做什麼 豐年果堂那一家 所以現在台灣就是三家 三家的話 環泰跟台榮的部分你看一下 雖然環泰的部分是有點高檔震盪 我說同個類股族群會同漲同跌 你看到台榮 台榮還是維持強勢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 所以這兩檔股票都值得大家進場 到底要不要進場 我們 我們節目上不太適合直接很明確跟大家講點位 點位 點位的部分只能留給會員的部分 這就是真的比較抱歉 這法規的問題來 台湯的部分我只能跟大家講 提示一下這邊是一個拇指形態 這邊 就是一個拇指形態 明天後天有可能是蠻有蠻有好的一個進場點 應該就是明天 那環泰的部分下修不就是可以讓大家買的更便宜嗎 輔售的部分25塊有 一個整數關卡的一個支撐 你不覺得也很漂亮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跟大家講了另外一個食品類股就是 毛屎農糧 毛屎農糧就是 卯生 農金 卯生農金有沒有 就這一檔嘛你看一下他營收是不是很棒棒 超棒的 對打了一年半的大底是不是很漂亮 所以你看我們講完之後兩根漲停板今天再創新高 雖然說高檔震盪但是收什麼線 收藏下影線不用我教你你也會了對不對 他主要從事什麼 小麥 黃豆 還有什麼 玉米大中原物料 的一些生產對不對 所以呢食物的價格向上的話他的獲利就會持續的向上 那我剛剛跟大家我今天 在預告的時候跟大家講過你會發現 現在旁邊上什麼股票最行 漲價題材啊 你會發現啊 漲價題材除了我們一直跟大家講的農糧 對不對 農糧類股之外還有食品類股在漲價之外你會發現漲價題材有孽 孽價上漲了 你看華星今天又漲停 這華星真的沒有人能想到他能漲那麼多 他就是孽價台灣唯一的孽 龍頭那孽的話我們都知道用的東西很廣啊 包含電動車的電池 就是因為電動車電池用了後孽價就持續向上漲對不對 好所以涅價向上漲也帶動什麼 不鏽鋼不鏽鋼族群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對不對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融鋼跟金鋼的部分 融鋼跟金鋼的部分也受惠於就是國際的原物料不斷向上漲 所以特殊鋼啊有很多比如說像烏克蘭的特殊鋼廠啊都停產了 停產之後呢 其實再加上了俄羅 不是俄羅斯啊 歐洲那邊的能源因為都仰賴什麼 俄羅斯 仰賴俄羅斯的話能源價格向上他們提煉鋼的一個 報價 應該說成本就向上了提煉鋼的成本向上是不是就直接跟台灣買跟 外國買可能會比較便宜 所以 融鋼的部分就拿到了很多的轉單的效益所以你看一下今天的股價也是蠻漂亮一紅吃二黑 這是蠻有轉強的跡象 那金鋼的部分也是同一個 同一個集團的都是台鋼集團的 所以一樣是受惠於原物料上漲 特殊合金的材料 就持續跟著大漲所以今天的股價也是一紅吃掉什麼 所有的黑黑 收盤價又收在相對的高漲所以這兩檔股票呢 蠻有 這個機會持續的向上漲也有可能是我們 明天要進場的一個目標 所以呢這些漲價題材真的都非常值得大家注意 想跟我們一起操作漲價題材投資朋友 可以通過下面的電話 或通過我們旁邊的LINE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的節目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集球的 我們下集球的 禁止